早餐 我想要抱怨的事情 我發現他能不能講 就該逼就要逼掉了 先等一下 到了 骨腿 肩蛋 轉腳那邊 快加放慢 好 你是下班後第一次他就來這邊吃是不是 對 我真的超餓 還能賣個三句畫點朋友 香紅茶的鮪魚蛋餅 第三句講到重點 他有覺得怎樣 我覺得跟雞胸的味道不一樣 雞胸它很好吃耶 它的皮是蠻好吃的 是好吃的 吃半熟蛋 應該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 半熟蛋 所以要幫他這樣說 我是不敢吃 所以他是 你不敢吃半熟蛋 所以是不會有那個蛋的腥味嗎 就是那個蛋腥味才好吃 從台北要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真的是覺得 我要趕快找工作 然後找到一個 真的感覺很不錯 而且 我開薪水 他真的一口下就好 結果 來以後我們被騙 而且重點是他是 真的要把我逼掉 蛤 欸 那個很好 你跟妳講 都是假 那個還不是很好 那個名氣很大 都是假 一切都是假 然後那邊的流動率 就是大概三個月到六個月 你六個月就已經算老娘了 結果那個老闆就是 又很喜歡 業績不好啊 或什麼的一些東西 去握手不順啊 他還會在 別的員工面前說 現在業績不好 大家都在下面工作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室內老闆在 因為我覺得說 那時候五輩之前 他是 最好的選擇 那時候 會突然覺得很恐怖 我要整個沉默在這個 飄雄的海中 工作順心 就看什麼都順心 你中心不順心的時候 你就會 真的 心情能夠反應 說很涼 代表沒人愛 缺小愛的人就很缺錢 是嗎 想不想給我更多的愛和更多的錢 看著我的眼睛 想辦法 只需要說想或者點頭就會 你那時候求神問卜 我那時候叫 連拜拜都不能吃拜拜 我連 我就 我的臉書 不好意思 你就在加糖 看到有人在幫人家燒福 真的很想 嘗試什麼的東西 我覺得 一四人 不是很長 說長是長 可是 也不是那麼長 燒完就找到工作了 燒完就找到工作了 就是我已經 無助到說 會去網路上 行動偏方連 他連收據都不會給我 我也是很 無怨無悔的 把錢 八百塊 七百塊 匯了過去 就一個郵局的帳號 我們再匯過去 然後生辰巴士 什麼都給他 我在回想就是 欸 我那時候是不是被撞到了 而且我覺得我這輩子 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來高級吃 燒完的東西就是 你隨便吃都好吃 剛剛有多東西 很飽吃 所以有時候 剛剛有吃一些水餃 然後乾麵 想說 哇塞 為什麼連水餃都煮不好 真的很爛 台北是 比較貴 但是它的 餐廳的 多樣性 比較高 然後我都覺得差不多 我覺得它都有激發的 說得再好 不如做得好 我總擔心身邊怕失去誰 可卻他們爆了門 誰又怕失去我 大家好 歡迎來到心情大補帖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生 有很多人就問我說 我人生目標是什麼 但我人生好像沒有什麼目標 不然你休假都會在幹嘛 我常在家裡 不然家裡 不然家裡 能不出門就不出門 就是燙 耍黑 睡覺 看棒話 看棒話 打遊戲 追劇 水鍋池 水鍋池 冷過氣鍋 這可以當結尾嗎 很好啊 這很好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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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